也就是上個禮拜 第一個步驟是請各位練習如何下載YouTube影片 那我們是利用這個工具 這個工具的話叫4K Video Downloader 這個軟體它是64位元的 那你當然也可以直接去網路上找 直接去把它下載 下載之後安裝 安裝完畢之後的話 自己再找一些相關的影片 去把它下載下來 影片部分當然我這邊是有給各位 一些之前上課的連結吧 那可能要注意就是說 這個影片裡面的話 比如說第4週好了 如果說這個影片 假如說裡面這個 網址上面有一個關鍵字 叫做什麼呢 叫做Playlist 有沒有 或者叫List 那表示說它就是一個清單 如果是一個清單的話 理論上就是不只一個影片 也就有多個影片 那如果說你用4K Video Downloader的話 比如說4K Video Downloader 就可以怎麼樣 就可以幫你把整個 整個清單全部下載下來 但是我上禮拜有講過 就是說它這個 它這個4K Video Downloader有個限制 就是說如果你沒有註冊的話 沒有啟用的話 它最多只能幫你下載那個 這個清單裡面的10個 10個影片 OK 如果說你要 超過10個的話 可能要啟用 好像費用也不算便宜 也不算貴 那 起用的話 我記得好像要 要 這邊 Dunload已經開放 稍後提 它更新也蠻快的 好像要 台幣好像要450塊左右吧 OK 那第一個就是去下載 相關影片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上禮拜還講到 就是用那個什麼 用這個 第二個工具 第二個工具的話 如果我要把它播放 如果要剪輯的時候 特別注意 一定要 你電腦裡面要安裝對應的解碼器 如果 好像上個禮拜有同學沒有裝 就發現 那個影片沒辦法開啟 或者是說 它沒有安裝對應的 一個播放器 那個播放器 就是一個簡單的播放器 那你播放 還有 字幕 好像沒辦法出來 有沒有 上個禮拜好像就有同學 沒有裝這個 所以第2步呢 你記得一定要把這個解碼器下載 這個也是我從網路上下載 它叫 K-Lite K-Lite Call 一個Pack 就是 它把所有目前 最主流的 相關的 Audio 跟Video 就是聲音跟影像 的那個解碼器 通通幫你打包了 Pack 幫你打包了 我這邊是下載完整檔 Full 這邊有一個是完整的檔案 那你一定要再把這個第2個 一定要安裝 解碼器 因為如果沒有裝解碼器的話 好像之後在播放那個字幕的時候就會出不來 所以上個禮拜有同學就問說 老師為什麼我那個字幕 出不來 原來是 你沒有裝這個K-Lite Call 這個Pack 這個可能要 把它裝起來 第2步 那第3步的話 就是我們在做快速剪輯的話 那我這邊提供了一個Free的 一個Video Cutter Joyner 它實際上 這個好處是 第1個Free 免費的 第2個 它是針對Video 影片的部分 我記得好像它也可以剪MV3 你們可以試試看 VAudio 好像也可以 它可以做Cutter Cutter就是什麼 做 剪的動作 也就是說 我們如果說一個影片 假如我不是要全部的 而是要片段的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它 你覺得 影片裡面比較精彩的 把它剪下來 那我上禮拜是有示範 至少就是說你可以剪個三段吧 然後剪完之後的話呢 再把它做Joyner Joyner就是什麼 把它合併在一起 那有的時候 大概你的一個影片 通常就是你可能拍一個 一個腳本 可能裡面 原始 的影片長度也許是一個小時 如果最後剪下來 可能只剩下10分鐘 也有可能 所以 有的時候 那個剪輯的工作 其實也蠻辛苦 你說 你要如何 把 最重要的那些片段留下來 然後呢 最後再把它Joyner在一起 然後讓大家看起來不會 很突兀 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就蠻重要的 所以 如何做那個 剪輯的動作 其實以後你們如果 想要當網紅或者當小編的話 至少你要懂得怎麼樣 幫你們老闆 或者幫你自己 那個拍的影片要能夠剪 剪精彩的 然後呢 把精彩的地方合併在一起 讓人家 感覺就是說 那個影片絕無人場 這很重要 有沒有 不然的話有些影片 奇怪什麼前面 鋪梗的時間花太多了 感覺 人家都還沒看完就想要跳離了 那這樣的話當然失去 你那個影片 聚焦的能力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主要是希望同學練習什麼 如何 下載 影片之後 然後做快速剪輯的動作 OK 然後把它合併 所以上個禮拜 我有講 至少也要三段以上 至少三段 當然有同學說 老師我不止三段 沒關係 我只是 大概 至少要知道說 你有在 你會剪輯 你會合併 這個動作就OK了 你想說 老師你為什麼就講這些 因為我覺得這次最重要 因為如果你要想要當一個 YouTuber 可能有點遙遠 但至少就是你要能夠懂得這些東西 你才有辦法 成為 基本YouTuber 該 會的一些剪輯技巧 你想說老師這樣就夠了嗎 其實當然不夠啦 如果你想要做得更好的話 我是建議 你可以找 再專業一點的工具 包含像微力導演 最簡單的工具 微力導演應該知道這個軟體吧 要不然你就用微力導演 微力導演的缺點就是說 第一個安裝 你要 有一個很大的容量 第二的話 那個操作界面 非常的 相對複雜 也不是非常複雜 OK 然後 我們剪輯 上個禮拜的剪輯動作 做完之後的話 轉換部分也許就不用了 因為除非說你下載的影片 可能那個格式不是MP4 那你要把它轉成MP4 那你可以用這個啦 就是 這個也還蠻常用到 叫什麼 Format Factory 這個就是什麼格式工廠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 你想要轉換這個格式的話 可以用這個軟體 其實還蠻方便的 而且它可以P次轉 一次如果你有大量的影片 你要大量的轉換格式的話 那用這個就OK了 所以這個提供給各位 第五個的話 就是最重要的 當然一個影片 影片如果說沒有字幕的話 看起來其實還蠻辛苦的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YouTube的影片 至少 基本一定要字幕 如果沒有字幕的話 其實 很容易被 被人家抱怨 你這上面怎麼沒有字幕 看起來其實還蠻不方便的 所以 我這邊有提供一個 還蠻不錯的工具 因為以前要上字幕 真的是非常非常不方便 因為為什麼 你變成要一邊聽 一邊打那個字幕 一邊聽一邊打那個字幕 但是現在的話 因為有語音辨識 也就是說你 如果把那個影片 先餵給這個軟體 然後這個軟體的話 就知道說 你每個字每個字 都在 每個字 講的是什麼 它會把聲音 轉換成 文字 並且把那個文字的時間 也幫你記錄下來 而且甚至呢 自動幫你轉換成 字幕檔的格式 字幕檔格式的副檔 就點 SRT 檔案 因為點SRT 他才能夠 如果你把那個 SRT檔 放在那個點MP4檔的旁邊的話 他就知道 你這個MP4檔是有字幕的 然後他就會自動把這個 SRT檔 把它直接怎麼樣 跟你的MP4檔 把它combine在一起 你播放的時候呢 才會有字幕 所以特別是上個禮拜有同學就是 沒有裝那個 播放器 所以呢 執行 即便你有字幕 但是呢 也看不到 那個字幕的結果 OK 大概是這樣 上個禮拜的作業 主要就是 反正就是剪輯 然後上字幕 大概 比較重要的 至於說你將來想要做得更好 那可能你就要用其他軟體 我想這個 就需要花費很大的時間 去完成 當然呢 如果可以的話 如果你們將來 在你的YouTube頻道上面 如果可以做更多 把一些影片 放上去的話 那 你的 訂閱人數增加 你可以把這個當成是 作業的 加分的一個部分 所以 如果 這部分 延伸性 其實還蠻大的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最後絞交的 就上禮拜講了 最後就是 我們的作業 作業部分的話 就是絞交這個 產生的 這一個 MP4 比如說 O.MP4 跟那個 O.SRT 主要是交這兩個檔案 給我就可以了 但是後來我發現 同學 這個剪輯的影片 可能不知道他是抓的 那個4K的格 還是什麼 就是抓的檔案太大 所以如果你要上傳到那個Poto 可能會有問題 後來我就說 不然這樣好了 如果你不交 MP4檔 你可以另外一個形式 就是你把MP4檔 傳到YouTube 你自己的頻道上面 但是你如果不想公開 你就可以改成 不公開 不要改成私人的 因為你改成私人的話 你將來 傳給我 我要看你作業的時候 我會看不到 所以你一定要改 上傳時候的權限 記得改成不公開 如果你改成公開是大家都看得到 改成不公開是 只有你自己告訴我連結 我才能夠連到那個影片 所以一般是不公開 然後呢 再來 你上傳那個影片之後 可是YouTube頻道本身 他沒有那個 預設SRT 所以你可能要 再做第二個動作 等到影片上傳了 確定 發佈出去之後的話 它裡面有一個 功能 就是可以再加上字幕的功能 你們可以到 影片編輯器裡面找找看 會有一個上字幕 那字幕的時候 他會問你說 那請你把你的那個字幕檔給我 這個時候你就把SRT檔位給他 他就會自動幫你把那個字幕上上去 大概是這樣流程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 所以 假如你的那個剪輯的影片太大的話 不然你們就是教那個什麼 把影片傳到YouTube 之後的那個影片結果 然後並且字幕就自在把它傳上去 反正我只要看到說這個影片 是你經過你剪輯 然後呢 並且 有加上字幕 這樣的話呢 就符合 我想要看的結果 OK 當然你也可以多多練習 影片不見得說你可以從別的那邊下載 也許之後的話你可以 自己看能不能 創造出一些 影片內容吧 OK 也許一段時間看看能不能 參考別的網紅 他們拍的內容吧 看你想要拍哪一種 類型的 影片 像 有些網紅都介紹吃喝玩樂 你當然也可以啊 隨時吃東西 很多網紅每天就吃東西給人家看 有沒有 或者每天就 去哪邊玩 玩的地方介紹讓人家知道 這當然也是一個內容 只是說你可能要先 設計好那個腳本吧 最後可能就是拍的 他拍的方式也 可能那個用的相機可能也不能太差 看起來那個 解析度啦 像素各方面 不是OK 最後可能他在做剪輯後製 上字幕 再 把它發佈出去 其實也蠻花時間的 但是 這絕對是有必要的 如果你將來 你希望說 在你的履歷表上面 多一項技能的話 這個導也是 可以 把它提出來 OK應該這個部分沒有問題吧 這個 這個部分的作業 看有30個同學 已經上傳了 OK 今天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 所以 有關雲端的部分 我們大概就先到這邊告個段落了 因為雲端我覺得主要是應用 比較難的應該是App 部分的設計 所以 待會的話 請各位再 連到那個 我們的雲端 雲端 記得 gg.gg 還記得 這個網址 cloud to app 這邊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再來 講一完 App設計了 App設計之前 請各位 先了解幾個觀念吧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個觀念的話 可能要設計App 就會是個問題 那設計App的方法非常多 不是只有 我現在講的這個方法 只是說我現在跟各位講的這個方法 是相對於 其他的設計方法應該是比較簡單的 而且 不會 當然也不是說完全不用花 力氣 但相對的 不用那麼困難 不然的話如果說你 現在要設計一個App 往那至少要學很多的程式設計 一般像早期一定要學會 Java 喔 那 現在Google又出新的語言 所以變成說你要學那個語言 而且 當你學好之後的話 不見得你就可以馬上 寫出你想要的那個樣子的那個App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待會的話請各位先了解什麼叫HTML 那為什麼要先講HTML 因為 我們 在做App的時候 其實它的裡面的那個 框框裡面的 這個結構喔 用的 概念呢 都跟網頁有關係 你想說 那網頁不是 現在瀏覽器上面 電腦上面看到的東西嗎 那為什麼手機上也可以這樣用 其實它道理很簡單 它只是說呢 把原來網頁的那樣的一個結構 那個大小 其實呢 它基本上的內容都是一樣的 只是說把它縮小 放在手機上 能夠適合手機上觀看的大小 而不是說像我們現在 之前是直接把網頁都塞在手機上 看起來一定是不舒服的 只是說呢 它的架構一樣 只是說呢 它 長的樣子 就很方便 讓你在手機上觀看 所以這邊的話 第一個喔 就是 什麼叫HTML 什麼叫CS 這個後面 都會用到 所以 請各位 等下有時間的話 可以稍微看一下 你會發現 那個HTML 它的語法 一定 有一個頭有個尾 所以頭的話 一定長這樣 小於 P的話是段落 後面的話一定會有結束 有沒有 那這個東西叫 Tag 就是它的標籤 標籤的頭 標籤的尾 那裡面的話呢 就是它的content 它的內容 一整個的話叫element Element就元素 它整個就是我們要的一個元素 就是這個標籤的元素 所以一個頭一個尾 裡面的內容 OK 那其他的話 我想大概 自行先了解一下 將來的話 這個標籤 在 撰寫手機App上面 非常的重要 底下的話有這些 請各位先自行閱讀一下 再來的話呢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需要有一個軟體 那 這個軟體部分的話 請各位待會自行再把它下載 解壓縮就可以了 請各位先試著 把我剛剛講的 總共有 幾個部分 先把它稍微了解一下 包含就是 什麼叫HTML 這邊 那其實還包含CSS 這個概念 大家先了解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取得這個軟體解壓縮 第三個的話 一樣 下載練習檔解壓縮 畫面先還給各位 哦 www 4人